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正常吗 耶 Ella老师 Ella 我们今天是怎样 我们今天是 很搭对不对 但我非常担心 常常跟你相伴之后 我大半辈子建立起来的正经形象 在节目里面会被颠覆怎么办 你不用担心 怎么说 因为你不是一个人不正常 有现场这么多人给你不正常 对 还有我 那你今天带了什么不正常的小伙伴 来跟你一起逆袭吗 听说这个小伙伴呢 他也很不正常 我本人觉得他是有光环的好吗 有吗 要小心了 也很自演了 要小心了 早上欢迎我们今天的大来宾 大S 你刚才真的走过来 我跟你讲 大S 其实 我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是因为当了妈妈的关系 你除了有那种 就是女神的光彩 还有一种那种妈妈的慈祥 你知道吗 真的那种 还好我怕你说我老太隆重了 你知道你刚走上来 我就想想到你七月份要出的那本书 叫老娘驾到 是 老娘驾到 可是你才这么年轻 你这么年轻 为什么要管自己叫老娘 是这本书是讲你吗 老娘 老娘是我女儿 她驾到了吗 所以老娘驾到 不正常是真不正常 所以你那本书是跟你的女儿有关系啊 对啊 她管女儿叫老娘 所以她是你的老娘嘛 对啊 那她要叫你什么 老娘娘 对 她就叫我妈 她就这样子 因为她现在一岁嘛 还不会走路 其实她每天看到我就说 妈妈 妈妈要我抱 然后我一抱起她来 她就这样 嗯嗯 就是要去这边 去那边看没什么要的 嗯嗯嗯 要去这边 如果我不去 我说那边没有什么东西 她就嗯嗯 一定要过去 她还会驱动我 要驱动你 对所以我 她就是老娘嘛 所以她除了是老娘 也是你的隐情对不对 对啊 带动你人生的方向 对 那大家知道呢 其实Ella跟我明星的搭档呢 每次都会有吃虑的感觉 我常常答题答得很不好 她是这样的 那你放心 我会脱累盖 我觉得她很快的 我脑袋非常清楚 这毛好玩有你就好啊 只是反应比较慢一点 对 这样有比较好吗 来 希望你们加油了 来 参加准备位 好 那今天网友代表 会是拿两朵奇葩 掌声欢迎到吧 大家好 我是出得了习房 住得了厅堂 省得了抱的了 翻得了围墙的 十项全能女学霸 草原 我是盖了了农活 闯到了帝都的山东平民百姓江涛 欢迎 欢迎 辣妹 好种意的一个组合 好了 我们第二季的答题规则 有所不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在这个奇葩横行 吊死你席的年代 你竟然还在为自己的某些想法 感到羞羞的 认定自己是非正常人了 你知道吗 上千万网友参与了 腾讯数据大调查 如果超过50%的人 答案和你一样 那么太逊了 你只是正常的 如果不是 那恭喜你 你是超有个性的少数派 我们称之为不正常 第一轮规则超简单 两对猜测数据大调查结果 答对都可迎起红包 答错的话无所谓咯 尼玛 节目组真是太土豪了 我们快做朋友吧 那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第一题了 其实呢 好 期待 期待 什么样的题目啊 第一题 我 我 竟无言以对 红包是2000元 别人给自己唱生日歌的时候 会觉得尴尬 这正常吗 不正常啊 这太不正常了 我今天过生日 他们在提前一周 我都知道我自己要过生日 是 如果我要过生日 我会办很大的生日派对 那一刻我觉得我就是 派对 你过一次生日就老了一岁啊 老了一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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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哦 好现实的问题啊 因为我从小的农村们 我们都是就是一两岁过生日 到了我小时候 我们家中地的 谁整天给你过生日 整什么蜡烛 祝你生日快乐 呼吹 我从小没什么待遇的 但是如果真的有人 给我唱生日快乐歌 我还是会很开心地接受 可是我知道有人会这样 像Hebe就是很害怕 别人给他唱生日快乐歌那种 我也是 我妹呢 每次生日会都是她给我一个惊喜 那她知道我唱 她在唱这首歌的时候 我会很尴尬 所以她都会故意 中文唱一遍 英文唱一遍 很深险那种 就会在古灶范范范 她们再唱一个黄梅吊摆 什么种 祝你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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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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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你生日快乐 大家冷静一点 不要把我们的嘉宾给弃走了 我刚才就是S 我说她过生日生气了 我以为是蜡烛写错年龄 你还会记忆这个吗 自从30岁以后 蜡烛上面都不写数字 其实还是介意的吧 对 自己就不想要记得 我现在几岁了呀 你说不过生日就过吗 我觉得还是会有一个心理的变化了 我想可能比如说 特别像我已经年过40 我虽然觉得4这个数字没有什么不吉利的 但是就看到戳在那儿 你自己就 这么大了 都会被提醒 对对对对 是 何老师呢你自己你自己 你喜欢过生日吗 我坦白来讲 就是比如说每年的第一个生日的时候 我真的会很真诚地许个愿望 但许到第10次的时候你知道吗 拿掉是不是 会走神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特别懂大S那种感觉 我常常在想我是不是要表现到哪个程度的惊喜 才对得上别人的这番好意 对 是 像上一次你正常吗的这个那个状况 我就真的尴尬到死 其实我觉得调整那个心态啦 真的会在现场帮你祝福 跟唱生日快乐歌的人都是爱你的 都是想要给你祝福的 那你就欣然地接受啊 我完全理解你 为什么你总是答错 真的吗 真的 就是因为我跟大家不一样吗 对 天哪 现在问题来了 你们要统一一个答案 我觉得何来说有的人是小心脏 有的人是没有心理准备 但是大部分人还是记得自己生日 有期待的 但是在全国像一个人有两家公司的人 不是每个人都有两家公司 是 但是我就 不正常 不正常 这位选择不正常 这位选择正常 对 到底谁是错的呢 来 各位请看答案 不正常 怎么可能 对 因为生日快乐都每天都有人在唱 而且这个数值算是你正常吗 里面比较大的一个数值 是63%的人都觉得不可能会尴尬 所以我们两个觉得尴尬的人 是不正常 是不正常 是少数的 没关系 状态回来 接下来第二题 睡个毛线 起来吃 已经进入到4000元了 总怀疑自己身体出了大问题 这正常吗 我曾经有这样子的经历过 就是因为我太常常偏头痛了 然后头痛到我觉得 我必须得做个断层扫描 你会不会觉得自己想脑溜 对 我很担心 我是不是脑袋长东西 就一查 什么个子都没有 就只是头痛 对 只是自己想太多了 然后我一直觉得人各有命 随便 真的会生病就会生病 我从小到现在这么大 我只有一个朋友 经常怀疑自己出了问题 又上网查 然后他真的症状也越来越严重 结果他去检查 真的出了问题 对 但是真的只有这么一个朋友 但是我是这种 就是我对于生活上 我是掌控力非常高的 我不允许任何超出 我自己范围能力 我控制不了的事情 包括身体 这个很正常 你必须爱护自己的身体 另外现在这个社会 就有好多症状 还有什么强迫症 还有不强迫症 还有脱炎症 还有不强迫症 比如说我特别喜欢大S 我就会感觉他美的 美丽地让人窒息 那你这不正常啊 对啊 那漂亮 怀疑自己有窒息症吗 就我看大S 你那叫花痴 你那叫花痴症 他只是近视 大S立刻变得很谨慎 再思考了 因为我身边的朋友 年纪现在都跟我差不多 然后 他们在这个年纪 已经开始会怀疑自己身体 出了大问题 尤其是生完小孩之后的女性 因为有人说这个怀孕 会对那个孕妇的那个 那个 记忆力有影响 甚至有个很夸张的极致说法 叫做 遗孕 你要是谁啊 真的需要提醒吗 真的会这样子啊 你会有这种感觉吗 你会有丢神的状况吗 欢迎 看一遍 看一遍 我都不知道 你来今天主持节目了 对 新节目 她是Selena了 你看我多糊涂 Selena我都忘记了 我还记得 所以大S你也是觉得说 现在身边的朋友 其实会越来越关注健康 然后越来越怀疑 比如说某一些自己身体的 不适的反应 有的时候身体 有的时候是精神 比如说有的时候 常常忘事情 或者说比如说 有个说法叫丢神嘛 对吧 丢神你们听说过 你们可能想不到 百分之71的人 都觉得自己出现过这种状况 就是你比如说我 我手卡了 在这儿 好了 到底你们觉得正常 还是不正常 正常吗 咱们丢了掌机 咱们丢了掌机 咱们平非好吧 丢了掌机咱们平非 来 先看我们的街访VCR 小时候觉得自己长得不够帅 是个角色 你觉得脑残算吧 你脑残不够 我不是脑残 到底是不是脑残 我是脑残 我是脑残 我不是脑残 并不会 帅的人没有时间 考虑这个 有 懷疑过自己得狂犬病 因为以前被狗咬过 然后就一直想 就自己会不会变成狗 然后老小就到处去咬人 我在减肥减不下来的时候 曾经怀疑过自己 是不是胖癌晚期 在我年轻的时候 有一阵子 我觉得我得了肿瘤 我身体的某个部位 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我没怀疑过 但是同事都说我直难癌 只是癌症我能治好吗 不会 不会 因为我对自己的身体很自信 为何 就这么自信 你管得着吗 我现在非常的难过 因为我从小到大 都得了一种瘦笔的绝症 再也就不回来了 我每次熬完夜 都觉得自己肾快断了 当然没有了 像我这样身心健康 体格强壮的男人 不会得决任何人 看一下最后的结果 来 还好拼抵的 其实很全 有56%的人 怀疑过自己的身体出了大问题 那么在北上广深的 四座城市里面 上海的比例是最高的 60%的人 怀疑自己的身体出问题 我觉得上海的朋友 可能压力比较大 那这一题呢 我们要感谢 松草健康产品 无限级 在这要提醒大家 每天行走一万步 调养根本 免疫增健 好的 那接下来呢 我们状态回来 第三题 这道题 感觉有点羞羞的 题目是 同一伴侣捐精 这正常吗 这个你有想过吗 这个问题 这连想都没想过 对 我也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这个 18岁以上父母请在孩子陪同下观看以下内容 所以今天来想一想 来想一想 要走投无路到这几程度 对啊 对啊 这根本不用想 我们四个人我最有优势 哈哈哈哈 这一题呢 我们两个有另外一半也有这个优势啊 对啊 我觉得这一题 对啊 反而我愿意先问江涛 为什么 因为这一题我们是出给女性的 对 对不对 所以呢 所以我们先听一听一个不重要的观点 哈哈 你怎么这样啊 这么直率我欣赏 你愿意呢 其实我对这个问题我比较严肃 虽然我有好多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不需要分享 呃 能捐 你们需要 我就捐 我没那个需要 哈哈哈哈 我我 来人妈妈出去 我想让 呃 我也想 想让以前我们就是西秦皇汉武略书为了唐总统稍训风骚 也在天交成绩四汉指示万公社大标 我也想跟成绩四汉一样 全球遍布我的子孙 从未见过有如此浩颜无耻之恩 哈哈哈哈 你如果拿给我 我只会冲到马桶里去 打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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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是这样 就是真正要捐金的人 其实pass掉的pass率是很高的 什么 他会有几个条件 啊 比如第一就是颜值要高 呃 对 我是索贤肉 好 你是小大肉块吧 好 第二点 身高要在一米七八以上 我一米七我还是找的 不 对 加油 等一下 年龄方面 年龄方面有限制吗 对年龄你是活活的 你好 年龄是20到39之间 不 对 三十 对 但是学历要在本科以上 你可以吗 对 我发现了两年大学 我们大学现在不招生了 那你不在以上 另外我一个我够优秀 但是呢 陶然刚才那一点说的对 因为据我了解呢 专业的机构对于这个要求非常高 淘汰率高达98% 也就是说 就是百分之 就是所有愿意的人里面 其实就 百分之二的人 最后有机会去做这件事情 对 我感觉你们真不是台语 别说精子了 这更不行啊 我听了以后 确实对人心寒 我捐出去你还不要 那我不捐了 你就收起来 可是我之前有听过一个说法 就是男生就是涉精这件事情 好像一声是有次数的 对 我有听过 她好像设完了就没有了 对啊 我不知道我乱讲的 我觉得这应该就是那种 太太吓唬老公 怕她去外面乱搞 所以吓唬她的话 是吗 对啊 绝大多数的女网友 会不会同意自己的伴侣去捐金 是坚决不同意的 我对于我的伴侣 就一定是有专属性 不光她的精神上 她的身体上也一定有专属性 就我如果要在别的女生身上 发现她身上有个我男朋友的头发 我跟你讲这女生完了 今天我给你问通宵 绝对是这样 好 那个我们明星队的观点 我们两个都不同意 我们都觉得不正常 对啊 因为这个会有后面的问题 对啊 如果你今天跟你的另外一半 你今天有一个小孩 那可能未来在世界上某个地方 还会有他的兄弟姐妹 对 然后就会有后续的问题 这个世界就变得很神秘跟 对啊 对啊 因为万一如果我的小孩 比如说我生了个女儿 然后我老公去捐金 然后他的金子 跟别人生了个儿子 那万一这两个小孩遇到了呢 有这个事情 对啊 而且万一他们相爱 有有有有 对啊 怎么配 你不能假情愿 到底为什么 愿是你亲哥哥 愿意是我的 妹妹 大S 你觉得用什么样的理由 有可能会说服你 同意这件事情 除非 除非有人给我三千万 蛤 你这个人 原来你的老公 金子值三千万啊 没有啦 那他可以卖很多耶 因为他一坨里面可能有起义 因为我老公 我老公DNA还不错啊 还不错啦 高负帅嘛 高质量高辅帅高蛋白的DNA 金爆价三千万现实抢购 尽情拨打热线电话 一三五八一八八七五五七 一三五 不是一三一 我再说最后一遍啊 那你发了耶 一次就够了 而且还不跟我老公讲 每次都偷偷地藏起来 一玩去密码去冷冻库冰港 快拿去卖 不过这件事情 好像是要匿名的嘛 对不对 其实他没有 他不会说我点名要 王晓菲的 什么情况 好了 现在请确定一下第三题的答案 3 2 1 请决定 好 双方都认为 not normal不正常 好 我们看一下到底不正常 你们答对了没有 来 先看我们的街坊VC啊 如果我有男朋友的话 我还是挺介意的 因为她是我男朋友啊 我有她的精子的所有权 小蝌蚪死在手指里 不如捐了吧 我伴侣长了一副 精进人亡的样子 我不太知道那个流程 但是我光想想我就觉得好恶心 好恶心 你平常晚上自己解决也是解决啊 你到医院去还能赚钱呢 是吧 建议吗 就算为国家做贡献了 不会啊 给你赶药吗 不建议啊 男人的天性不就把自己的种子 剥向全世界吗 这吃饱了 穿的没事干吗 如果是卫国捐金我是同意的 你会建议你的伴侣去捐金吗 会 建议 建议啊 当然不可以 但如果有钱呢 可以的 我们今天准备买房了 想想想想 特别想 你看我长得那么帅 然后是吧 这个基因那么棒 所以呢 我想特别想为这个全世界人民 做出一点贡献 真的 有时候会 有时候会 为什么是有时候呢 有时候想尝试一下世界在我手中的感觉 当然会啊 既然既有钱哪儿 然后又能证明自己是男人中的战斗机 何乐而不为呢 不会 因为有句老话嘛 少年不知经争贵 老年忘什么空流泪 是不是 这个得看我精力吧 还是 我得 我得算一下 还有没有精力 现在这一轮的红包 能不能拿到呢 来 请看 会吧 好 恭喜 很高 非常高 87 87%的人不同意自己的伴侣去做这件事情 那其中呢 26岁到30岁的朋友当中 99%的人都觉得不可以 绝对不可以 那么从星座上来讲呢 是93%的双子座 选择了不同意伴侣去奸进 所以我战友远强了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第一轮的最后一题 最熟悉的陌生人 8000人的题目 亲人对视 有多少人能坚持三分钟 哪一种亲人啊 真实的亲人 有个爸爸跟爸爸妈妈 有血缘关系 夫妻 或者是父母 或者是家长跟小孩 都不一定是吗 都不一定 而且呢 他们是不知道的情形下 请他们来到我们的实验场地 跟他们讲说 请对视 能多久就多久 觉得不舒服了 觉得尴尬了 或者觉得有任何的状况 你们就可以停止 其实很简单就是 亲人之间 最熟悉的人之间 有没有可能接受 长时间的目光注视 我觉得伴侣之间可能可以 我在谈恋爱的时候 看着我老公的时候 我都会再闭着眼 摸他个几下 因为我想说万一如果 我哪一天瞎了我看不到了 我至少摸得出来这是我老公 你讲得还挺多 你想很多 所以上一题 那个幻想自己有严重疾病 你就常常幻想 我可能就是那种人 OK 那大语斯你觉得 我是应该是 除了我老公之外 跟我所有的家人 都不可能对视太久 真的 因为很尴尬 你看我跟我妹 虽然一起主持节目 可是是我们一起面对镜头 然后她讲话的时候 我看着她 可是她不是看着我 那我讲话的时候 她看着我 我看着前面 如果我们两个面对面 这样子讲话 像拍戏一样的话 你一定会笑场 我真的会 我真的办不到 你真的会忽然一巴掌 不要再看到了 我真的做不到 这是一种 这是一种什么感觉 就是会觉得太熟的人 反而会不好意思是吗 还是会 就是太熟悉了 所以你就会越看越投入 然后越来越尴尬 那为什么老公可以 因为老公就是 本来是个陌生人 对 对 老公还跟家人比起来 认识的时间比较短 我小时候坚持过 我爹跟我妈现在说 江灯 现在你和你的搭档 瞅三分钟 我肯定能瞅三分钟 我三秒都不能 我三秒都不能 他我也不能 我也不能 我也不能 江灯 江灯 我可以 我可以跟你对手 来 来对 来对 进食 预备 不要靠近一点 这有必要玩这么大吗 我们来听听看陶然的想法 你可能吗 我很可能 其实我父母从小到大 对我的管教是非常严苛的 我甚至在一段时间之内 我非常怨恨我母亲 直到我上大学的时候 母亲真的在身体上出了大问题 然后她给我写了很长的一篇信 我才知道其实母亲是爱我的 如果我真的有机会 和我母亲 我们两个深情对视的话 我会从眼睛里读懂太多东西 我根本不会想 可能就会像过电影一样 过太多东西 我会愿意多看我妈妈一眼 其实常常会有这种感觉是 你好像明明人已经到你的家乡 可是你却没有时间回家一趟 然后非要他们到现场 才能看你一眼的那种 是是是 你会有这种很 对 有的时候会很难过跟感慨 你真的会停下来想 我真的有那么忙吗 对 可是你就是真的 真的有这么的忙 对 就是有很多人 每个月两天都拿不出来 对 大S呢 应该跟我女儿吧 那个真的可以对视一天 你都不会腻吧 完全 我可以一辈子 都一直盯着她看 可是因为小孩子 跟成年人不一样 对 因为小孩子的想法很单纯 对 她对你的眼神 就是妈妈我爱你 所以她可以一直这样看着你 很干净 你盯着她看她也不会觉得尴尬 对 好 所以你们现在要预判 到底超过还是低于呢 请确定 那么接下来我们的NOMO实验室 我们一起来看看 现场到底发生什么 请看 可以可以走 没关系随便走 好 你们面对面站立吧 我的位置还行吗 挺好的 好 规则很简单 就是看着对方的眼睛和脸 不愿意看了就可以停止 好不好 开始了吗 可以开始了 一朝五天一朝五天 眼睛不动吗 我好热啊 可以不看她吗 看她快看吐了 想平了吗 可以不看她 一 二 三 哎呀 我们这老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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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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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太深的时候 你就会想避开 要不然我不知道 原来看太深 就会发生那样的状况 可是 真的好感动 宁愿选择高于五十 因为我希望大家都可以 花点时间好好看看 自己的爸爸妈妈 身边最亲的人 爸爸对女人 舍不得平常那么严厉 这么熟 可是其实他有多爱 多爱他 多舍不得他 所以有的时候 我觉得为什么会 很多人觉得难以再对视下去 就是怕自己心底 那一点点的防线 最后被攻破了 所以我想 沟通真的是非常重要的 其实没有人是 强大到无懈可击的 那么你到底是在谁面前 去展示你柔软的那一面 我觉得亲人可能是 最好的选择 百分之五十五的人的 这种细细的交流 来自于身体语言 只有百分之七是靠语言 那其实眼神就是身体语言的一部分 有的时候我讲不出来的话 可能我去多看看我的家人 多看看我的亲人 所以为什么是陪伴是最重要的 这真的不是打个电话 发个微信就可以解决的爱 所以我想可能 这个就是真的是提醒我们 跟身边人的相处和守望 珍惜 刚才他们担心都是笑场 对不对 都觉得笑场 对 怕尴尬 但是我们慢慢没有想到 有几对是因为太热放弃的 好 我们现在公布一下 我们第一轮结束了 第一轮我们的明星队 拿到一万元的红包 我们的网友队 拿到一万两千元的红包 好 状态回来 欢迎各位回到我们的第二季 你正常吗 如果你正常你要喝麦动 如果你不正常更要喝麦动 我们的节目呢 是由保女状态丢神不在的麦动冠名播出 光看节目不过瘾 你还可以下载你正常吗 独家战略合作手游 脑力达人 一二季题目全收录 继续脑洞大开 来将答题进行到底 好 我们开始我们紧张刺激第二轮答题 来看一下我们的游戏规则 我们先选择权 一队霸占某一选项后 另一队就不能再选了 本轮得到红包多的队伍 可以拿走两轮累积的所有红包 落后都对吗 不好意思 你们只能拿着第一轮的红包 say goodbye了 我们来看我们的第二轮的第一题 We are far more late 一万元的红包 那我们先抢 然后我再告诉你们到底是什么 好不好 来 3 2 1 开始 Ella先抢到 厉害 接下来请看我们的题目 如果你有兄弟姐妹 你更愿意当 A 哥哥或姐姐 B 弟弟或妹妹 B 大S特别有发言权 因为她既是姐姐又是妹妹 也是妹妹 当姐姐的话 你必须什么事情 就要在前面扛着 像我妹妹摔车了 我就得临时去帮她代班 对 然后我明明都还没有准备好付出 就马上去帮她代班 那当妹妹弟弟的话 小时候我们一起搬家家酒 把家里弄乱七八糟 我妈就要揍我们 然后我一定是 我姐姐一定是被揍最多的 因为我就拉到她的衣角 后面躲 就会被打到比较少下 就是有这个好处 可是有一个比较可怜的状态 像我是妹妹 我都是穿姐姐她们穿肾的内衣内裤 内衣 连内裤都要穿穿肾的 我是只有衣服 内裤是有新的 你们家环境比较好一点 不是因为我们家三姐妹 穿到你那一轮的话就破掉了 对吧 其实我都快羡慕惨了 刚才听Ella和S姐说 就是因为像我们现在 这些80后 85后 大部分都是独生子女 要自己独立 被迫独立 有时候是很惨的事情 所以当弟弟或者妹妹 大姐姐会照顾你 然后给你一些好吃的 对吧 所以这种情况下 我们不仅能得到保护 还能得到更好的教育 和更好的营养 一看你就缺乏安全感 没见过世面 其实我感觉 当哥哥 姐姐 妹妹 这不是你能 你能决定的 你在你妈妈肚子里 你给你妈发微信说 是他 给你爸献个群说 可以话 我只是问了 我搬几个月出来 我搬几个月出来 我感觉 我感觉如果让我选的话 我喜欢当哥哥或者姐姐 为什么呢 因为大哥吧 有种大哥丰办 说话说话 可以一统天下 可是有一个问题 我们艺人很讨厌被叫姐 当时有人叫我Ella姐 Ella姐 我想说你们也没玩我几年 干嘛叫我姐 那种感觉 没有 我们都会很礼貌 很好说不用加姐 叫我大S就可以了 对 所以你们先可以占一个答案 我们的答案是 想听说 B 也就是说 我们的网友代表 要锁定的答案 就是剩下的A了 到底我们网友们的回答 是什么样子的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跟爹哥 好 是呀 好 这一定是的 大家不想任性一下 好 每个人都会在世上 不愿任何必须要 但真的 我想问一下Ella 你跟你弟弟到底谁强 应该是我吧 姐姐一定是 因为我觉得我从小 就是一个非常独立的人 我很会照顾人 但是呢我们接下来有一个短片呢 我们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到底是姐姐比较厉害 还是弟弟比较厉害 来 各位请看 姐姐多不过弟弟正常吗 让我们先来看一个科学学 两个九个月大的小家伙在玩玩具 突然玩具被拿走 藏在小手帕下面 又被拉到够不着的地方 面对挑战 右边的宝宝很茫然 但左边的宝宝很快拉回毛巾 掀开了手帕 找到了玩具 和普通奶粉相比 添加了适量水平的DHA AIA的奶粉 让九个月的宝宝 表现出更好的解决问题能力 所以弟弟的出色表现 完全在我们的意料之中 其实找到长期的玩具 是个复杂问题 需要宝宝完成视觉追踪 观察 寻找 打开 抓握等一系列步骤 考验了他的综合能力 所以解决问题能力 需要脑部全面发育的支持 记得为宝宝补充 科学验证水平的DHA和AIA 让宝宝智力 动作 语言 情感 全面发展 就像我们刚才大家有说到 小一点的可能会得到更好的条件 对 比如说家长可能会更有育儿的经验 或者更多好的照顾 给比如说小一点的孩子 对 对 那么同时也提供一些数据 到底有多少人选择了要做弟弟妹妹呢 百分之七十二 哇 好多哦 就是很羡慕 大家都想要焦纵一下 那么在这里呢 对 我们要感谢 制动情语全面发展的美赞成品牌 科学育儿眼眷为时 好 状态回来 下一题 题材是 什么仇 什么怨呢 什么呀 这道题两万元咯 各位 手不要抖啊 来 首先来抢 三 二 一 他赢了 他赢了 好 来 恭喜我们的王队 恭喜 我一听声音就知道他赢了 这道题非常非常可爱 请问你觉得杀气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A 你老婆叫你全名的时候 B 你老板叫你全名的时候 C 你老妈叫你全名的时候 B 这很难哎 这很简单啊 可是网友的心很难猜 我 我 我选择B 选择B 选择好 就是B 因为老板叫我全名的时候 他有杀气 老板掌握了我的财政大权 我涨工资我才有老婆 就是我假如说我是王剑林 或者是马云底下的首相 马云哪天说叫江涛年薪过 开一千万 那老婆不合适呢 你什么时候要结婚 我今年年底啊 哦 祝福你啊 祝福你啊 加油 对啊 你这样说 我是真的祝福你 因为你老板可能太熟你 我是真的祝福你 你到底选什么 我 我感觉 看从我眼睛 那我应该选C 选什么 你觉得应该选C是吗 肯定选C啊 为什么啊 就真的我小时候就因为有一次 淋雨跑回家 因为我想赶紧回家做 我也被我妈罚站在院子里一整天 我真觉得妈妈很可怕 其实老板随便换啊 无所谓啊 可是因为你是老板啊 对啊 你是CEO啊 但是你们要想 现在是网友的想法 很多网友 很多人都是上班族的 上班族老板更叫全名了 不叫全名难道叫什么呀 应该就是说亲爱的 应该是这样叫吧 不会吧 我们又不是干淘宝 你没事 全名 对啊 亲 来 你帮我把那个打印一下 不会啊 可是给你我的第六感 我感觉有可能这个网友是 你有不是女人 你抢什么第六感 你老婆叫你全名的时候 应该现在 我没有老婆 所以就选C 这是给男人出的铁 哥 哥 这是给男人出的铁 对啊 这感觉比较偏男生味道 应该选A 各位 姜涛刚才非常顺利地 把本来是二选一的事情 复杂到了三选一了 我都无语了 姜涛 姜涛 我祝福你 我再次祝福你 我再背信一下 再娶老婆特别不容易 房子 车子 应该是牵动着全家各方面的 全家都动员起来 都娶着个老婆 而且老婆后边有丈母娘 丈母娘必须有车房 因为我现在感觉特别深 那还是老妈呀 应该是选A 哥 老婆的妈妈也是妈妈呀 哥 我比你大几岁 老婆妈妈是妈妈吗 丈母娘重要不 不是 选A 就是重不重要 丈母娘 她们不缺钱 咱们也缺 我不缺 我就选C 选C嘛 选C吧 我听你的 我听你 谁让你是女人呢 你确定 确定 你们是愿意现在讨论 还是等她们先占一个答案之后 你们再讨论 等她们占答案 对 很狡猾 正确告诉我们 网友队要锁定的答案是G C 好 因为她刚刚有给我们一个暗示 她说的没错 因为她上面说 A是老婆 对 然后B是老板 C是老妈妈 所以她既然是有老婆 所以她这个题目 基本上是设定给男生的 所以你看她身为男生 她那么怕老板 所以我们就选B吧 有道理 以她男生的角度来说 对不对 我们来问一下大S 如果你老公突然有一天叫你 学习员 你会怎么样 干嘛 真的吗 真的 你在什么情况下会汪小飞 对 你在什么情况会这样 就如果一叫老公老公 他耳背都一直不回答我的话 我才会叫他汪小飞 那他会吓你大跳吗 是啊 没有 他也说干嘛 那如果是你老公 突然管你叫陈佳化 陈佳化 那会是杀气吗 是 是 是一种杀气 对 是一种杀气 好 你们锁定的答案是 A A 好 我们首先去调一个 错误答案 真的吗 那他们不一定会对 各位亲爱的朋友 到底怎么回事儿呢 来 正确答案是 快点好不好 够了 怕折磨人啊 一定是B 怎么要折磨 我折磨 我折磨 我折磨只能跳 但要能跳 我会选择疯 我会选择疯 为什么呀 太爽了 太爽了 我跟你讲 学长最约的就是你了 你还一开始就打费了 你有吗 我有真的 我跟你说 我男人的第六感 比你们女人要强吧 男人的第六感 虽然我们输了 但还是很爽 对 你们两个很开心 但是我必须提示一下 刚才 其实大S第一直觉是对的 你记不记得 对啊 你刚刚说 既然江涛说男人说那个什么 我就觉得应该是B 然后经过Ella一番解释之后 最后你们选了A 好棒啊 所以以后再也不要听我了 Alla 你真的好棒啊 好可怕啊 好 那么 这一题呢 我们有41%的人选择了老板 没关系啦 没关系 反正他们也答错 是啊 好 好加才发 我们状态回来 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 Normal研究院 这要提示 每天都被自己率行 五万元 这是今天的决胜题了 大S现在一步 现在准备了 我已经在准备了 我现在有奥运选手的杀器 好 我们 做好准备 三 二 一 耶 你赢了 还庄那一帅 有挖挖手 你知道 刚才真的有 你觉得台都快被拆了 对 好 这是我们Normal研究院的陆琪 对于男人来说 聪明的大脑是罪性感的 无论是理性的还是感性的 只要够聪明就够性感 但如果没有聪明的大脑 又该怎么办呢 长得帅怎么都性感 好吧 那女人觉得男人最性感的部位 是什么呢 A 手 B 胸 C 嘴 D 臀 你觉得呢 好 明星队先要来站一个答案了 你老公是不是翘臀 没有 我老公是大奶 你老公是大奶 对 你老公是大奶 我老公曾经也是大奶 但他的奶最近有点 腿头上气 消风了 太久没练了 所以你不 你比较在意他翘臀还是大奶 我想要他 因为我觉得屁股很难练 然后我觉得奶比较好练 所以我希望他奶再挺一点 因为男生有胸 女生靠上去就是很容易 你们可不可以用胸这个词 对不起 一直说 太直接了 因为我一直脑补的是 你们两个老公在为孩子的画面 太难了 好啦 可是有胸真的还不错 比如说你心情不好的时候 躺在在怀里哭 或是生气的时候 讨厌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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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他就肩体这样挺起来 像那个Selena也是爱就是胸的 对 要挺 你爆料了 我没有那么感觉 但是我自己啊 我小时候我会选A 我念书的时候 曾经有一个会计老师 所以我就觉得他好帅 因为他每次把他的手 大大的手 这样放在黑板上 拍个两下的时候 我就觉得 好性感 我就会很认真上他的课 所以那阵子会计 真的成绩还不错 所以老师少拍两架 你好另类 就很奇怪 但是有一阵子 我又觉得男生翘臀还蛮性感 翘臀我从来都觉得还好 真的吗 有时候看到男生翘臀 会多看他一个直眼 然后会想像 拍个他两下 啪啪 这样子的那种感觉 你知道有那种结实度 你这应该是男人对女人的感觉吧 真的吗 所以我其实是男人 你呢 我觉得就是胸 就是胸嘛 嗯 手好看 就多看两眼啊 对不对 你不会觉得性感 对不对 男生屁股其实大部分 就是穿着裤子 他如果把皮夹塞在后面 看起来都会蛮翘的 所以其实无所谓 他可以穿假内裤 有一种假内裤 屁股会翘起来内裤 因为 那嘴的话就是 我觉得男生的嘴 性不性感 真的不重要 好像不重要 因为男生嘴巴长得差不多 对 重点是他亲吻你的功夫 我觉得牙齿 那不是舌头吗 这我必须老实地说吧 这很重要 对不对 对 因为如果一个男生 很不会亲吻你 然后亲了你满脸都是口血 你就会觉得很讨厌 还有有些胡渣很痛的 然后亲了你满脸都是发 这边都是这样子 泼泼 那么狂野 觉得一脸都是坑是不是 所以嘴其实真的 重点是他要会说温柔的话之外 而且他亲吻的功夫要好 跟他的形状并无太大关系 对 所以你不会觉得说 一看就是觉得性感 但是胸是看得出来的 对啊 他如果穿衣服这样胸挺挺的 你就觉得好想在那边很温存一下 对啊 我觉得我排除法 我肯定不会用嘴来辨别人 尤其见了你之后更不会 偷然 我告诉你 我是嘴膜 你们是不是笑 龙张才是嘴膜了 手其实我觉得也不太会 手都是手都是磨手指头 你的手给我的手 你看谁能飞练是偶然的 我也是 咱俩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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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手 你看手下 何老师的比较好看 好看的超好看 对 你的那只长 五条辣长 没有辣 咱们都说何老师好看 没有一个人说我好看的吗 因为何老师就是好看 你胸比我好看 所以你们 现在你们也是在胸跟唇之间 犹豫对不对 对 我也是珍惜这两个 因为感觉 那就在于我们啦 对啊 对不对 对啊 现在答案一定是 毕凶 好 他们有可能答对了 你一直都是站在那边 我发现了 网友队来 猪一样的队友 哈哈哈 猪一样的队友 终于说出真心话了你 但是坦白来讲 今天陶然也没答对几题 哈哈哈 是不是 你也是一只猪一样的队友 是不是 对啊 因为今天现场女孩子居多 你可以做一个小小的调查 天呐手好像感觉有可能出奇致胜 可能是刚刚何老师手一伸出来 所有的女生都觉得 就晕了 好酸 就因为我的手是吗 那我还没有亮我的臀呢 哈哈哈 可以让我打个两下吗 哈哈哈 这样如果答错了 我就让你打两下 就是安慰讲 不是腿啊 就可以彼補一下自己内心的空虚 哈哈哈 确定你们的答案 大叔说 A 手 我们首先去掉一个错误的案 对 真的是对 对啊 再去掉一个错误的案 手 啊 天呐 真的啊 所以真的在手跟胸 对啊 手还是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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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对 胸 胸 胸 你第一次胸 快一点好不好 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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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胸 哦 我会选择奉 不愿许要 敢ör 请我约要 不放弃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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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敢相信 啊 哇 你在想什么 啊 坦白讲 你们的选项真的不是高的 有34%的人选择了熟 有32%的人选择了嘴 只有24%的女生觉得 凶是男人很性感的一个要求 所以我们恭喜网友对获胜 获得了5万元的红包 他们现在的红包总数是 6万2千元 这是我们本节目的 特约赞助品牌 无限级提供的 我们的青春大奖 何老师我们奖金是 一个人3万1是吧 对 我们奖金一个人3万1 好 来 祝贺 谢谢 没关系了 你们还是为我们亲爱的网友们 这个争得了1万元的这个红包 来 大屏幕滚动起来 因为它刚刚一直闪一直闪 我现在也就一直不说 停 他在跟大屏幕生气 对 对 对 好 恭喜这10位的网友 本节目由保你状态 丢神不在的脉动冠名播出 那么在这儿要感谢 宗潮健康产品无限级品牌 同时我们要感谢 自动情与全面发展的 美赞成品牌 感谢最正常的网络合作伙伴 新华网和中新网 感谢可以让你脑洞大开的独家战略 合作手机游戏 脑力达人 可以让你一分钟拍大片的 美拍短视频社区 同时感谢可以提高生活逼格的 Zucker 我们的新闻客户端 感谢可以让你做好一点的滴滴打车 感谢可以让你要的现在就要的QQ浏览器 感谢最不正常的出题合作伙伴 零点咨询 谢谢大家 赶快扫描我们的耳朵密码来给我们出题吧 同时也可以参与我们的题目测试 谢谢大家 以上就是我们的第二季 你正常吗 下周继续 谢谢各位 我太夸张了吗 你怎么选那么冷静 不是 因为毕竟是在摄影棚 不是在摄影棚 我们是在一个海岛国家 真的 不因为这个场景也很熟吗 你结婚就是在摄影棚 就是这种白色沙滩 是不是 怎么样 今天上这节目 觉得自己正常吗 我真的是觉得我那么正常的人 我真的上了这个节目之后 我才确定怎么你也是一个正常人 好 为了要证明你到底正不正常 我要帮你做个测试 第一题 下恋哪一项对你更重要 A 头发 B 鞋子 A 头发 退堂时你曾经戴走 比数用 没有 你会让宠物跟你去睡觉吗 会 你会让宠物跟朋友比自己的好吗 不会 小玩跳宠接自己跳发会好吗 A 有 B 没有 有有有 就美少计方式快乐也让你让他 A真的还能够下过你 真的爱我 你曾经答应保密的事情 却忍不住告诉别人 A 有 B 没有 有 你曾经因为没有找到洗手机 而不上厕所吗 A 是 B 不是 是 后来怎么解决他 没有 我后来就回到台湾挂急诊 然后各种科都看了 最后照X光就发现 整个肚子满满的都是屎 我遇过很多演员 他们都发生同样的情形 可是我现在不会 你在哪里都可以上厕所 可是我们那时候拍戏 都是在那种坟墓 然后就要很 就是要在草堆挖一个洞那种吗 对 就是你在坟墓区 然后每天都是拍夜戏 然后你如果离开了灯光 就是一片的黑暗 然后就乱葬缸 那种你拿来上 也是很怕随便一上得罪人 你人走光了 你会直接提醒他吗 A或B 我一定会提醒他 但是多大声 我自己是没有注意到 所以其实你提醒他同时 可能全部人都看到了 有可能 有的有 有一阵子就是很 很长一段时间是感情空白 然后已经下定决心 要跟妈妈在一起一辈子 然后就是要拼命你的工作 就是不可能会有另外一半 然后那时候喝醉 只要喝到极限的醉 因为我的酒量实在太好了 然后身边是最亲的人 譬如说是我妹妹 就几个姐妹的话 我就会大哭 然后就说我这辈子 就这样子注定做牛 就做我妈了 好 来看看你到底是正常 还不正常 你的正常指数有50% 什么 才50 对 你一半一半 所以你是 很正常 那我真的觉得今天那一题很奇怪 我就是那些网友不正常 真的不是我的问题 网友太做作了 哪有人觉得手性感就是性感 对啊 一定是胸部大才性感 因为你看一个男生站出来 然后威风凛凛的 一定是他那个衣服很疯啊 对啊 如果一个男生这样弯腰 要脱背衣服又这样松松的 然后你就看他一手 在这样比来比去 你不会觉得他性感 对啊 那根本性感在哪 你就会觉得他手怎么那么多细啊 好啦好啦 那我们来call out call out给你妹 可以 喂 我是财士 我现在正在主战当中 OK 好 快问快答喔 女人觉得男人最性感的部位是 一手 二胸 三嘴 四臀 二胸 胸嘛 对不对 那你觉得大部分的网友 也是觉得是胸吗 没有 我个人是觉得是胸 我选不胸 选普遍女性觉得 普遍女性觉得 对不对 所以你觉得是手 我觉得 因为手技术可能做很多事啊 因为他的手过来摸你的脸 或是大妈的时候握着你的手的时候 你就觉得那个时刻 他的手很性感 可是最后你不会就是讲坤肉啊 那当然大起来的话 褲子是蛮好看的 一般女性应该会有这种想法啦 那我再问你一个问题 你平常有没有什么时候最 最失态 就是最不在状态里面 会有会有 有一次我就是那个 赶家去看医生 然后就是也在忙在家里的事 然后等到我就是轰轰忙忙 还会赶到医院 然后就是 坐下来 然后跟医生不惨的时候 然后医生就看着我的脚印 我就说 我说有什么事吗 然后我一看 我就来出门 家用拖鞋出门 你扯你家的家用拖鞋出门喔 然后我家用拖鞋 是很窃气的 你真的很赶耶 好啦 谢谢你去做访问 好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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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赶快去煮饭 不好意思打扰你哦 祝你煮饭顺利 好 早日康复哦 拜拜 拜拜 你会吗 你会有这种时候吗 我从来没有发生过 像他这么糗的事 而且他穿那种拖鞋出门 根本就不是一两次了 有一次我们在菲律宾 我们那时候是我跟我妹妹 一组要做演唱 然后艾伯斯她们一直要做演唱 然后我妈就说 你等一下不要那个拉里拉她的出门 你姐姐在那个菲律宾是天后 你不要让她丢脸 然后我妹就拿一个红白塑膠袋 红白塑胶袋 后来就把她的化妆品跟面包 还有隔天要穿的衣服 就放在那个塑胶袋里 就这样拿着它 因为她就想说 反正才去一天就不用拿行李 你妹 对 然后我就把她的塑胶袋 丢到我的行李箱 她好随性哦 对 然后后来呢 那天也就演唱完了 隔天要走了 然后大家也是同样是天王即开到 然后就是到了那个 一出房门的时候 走到那个走道上 然后大家就是那些 就是旅馆的人也在尖叫 然后我就发现 为什么我妹会脚步声那么小 跟她为什么人特别爱 然后我就看她的脚 就发现她穿饭店的那种 纸拖鞋就走了 然后我就 我妈就很火大就说 徐晴丁的鞋呢 然后我妹就说 都是你们一直吹 说行李你要赶快送上 要先送上飞机 我就把鞋子一起包进去 你妹妹好可爱哦 她就穿那个纸拖鞋 就这样一路跟着我 然后我们就这样上飞机 每个人就看到她 都说你的鞋呢 那你当了妈妈之后啊 你觉得 就是自己有没有什么时候 会觉得自己没有很称职 就是觉得最不称职的 就是我已经听到我女儿醒了 然后可是我真的醒不来 我真的太困了 然后我真的很像被鬼压身一样 太累了 都真的动不了 然后她就一直听到 然后她叫妈妈妈妈 然后我还在半梦半醒之间 就会做噩梦 就是梦到我女儿一直在找我 然后我就会 那个时候就会很罪恶 就逼自己立刻醒来 好啦 那今天很谢谢你来上我们的节目 谢谢你 然后祝你一切都正常 然后小朋友健康平安长大 谢谢 那我祝你下一集可以返回一城 谢谢 这是很好的祝福耶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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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